而在现运的进场活动当中 花莲施工所团队把节能减碳 净零排放理念融入了创意进场 不仅有经典人物角色扛着自行车步入会场 还有清洁英雄伴着花莲市年度盛事 海事生活节 以及太平洋纵谷马拉松来展露头角 显现了来自花莲市的热情和活力 花莲施工所团队创意进场 首先挥舞着国旗 还有和花莲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各国旗帜 象征着要把环保净零的观念和国际接轨 接着是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可爱吉祥物门 迈着大步和全场互动打招呼 今天是我们花莲县所属的机关的一个运动会 那我们今天创意进场的时候 其实也练习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 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比赛舞员都能够希望 然后我们这次是有结合出一次 和一些创意进场的一个方式 那也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我们非常认真也非常努力 那也希望说我们接下来下午的竞赛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一个成绩 那也看到我们所有花莲县所有的公务人员非常认真非常努力 那也谢谢我们新政府以及我们其他的机关 那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公务人员健康一起来努力 市长威嘉燕表示 同仁们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运动会 事前加紧练习各项赛事 也在创意进场下足了心力 过程中也拉近了各科室人员之间的距离 让市公所团队更加的团结 也希望大家不论赛事名次结果 要把这样的精神带回工作岗位 继续来服务花莲市民 卷君红义华莲市报道